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恩恩的事件 現在讓新北市政府成為眾使之地 恩恩的爸爸今天的最新說法就是說 他有收到新北市府最新寄來的一文 但是他跟他之前收到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他說我要的就不是這些 我現在要的是橫向聯繫 並不是恩恩媽媽跟119的對話 因為他要的是消防局跟衛生局 消防局跟雙和醫院 以及衛生局跟雙和醫院這三項的橫向聯繫 再加上現在新北市政府發給他的一文 這四塊東西都是他要的 不過現在事情完全沒有進展 但沒有想到在沒有進展的狀況下 現在有一個人出片爆料 那就是新北市議員參選人卓冠廷 他說有一個吹哨者跟他爆料說 其實新北市早就已經有相當完整的通聯報告 這個通聯報告詳細到說 這個裡面已經有新北市勤務中心 是一共有七個人經手恩恩的案件 再來就是消防局還有護理師 曾經很多次的打電話給中和衛生局 再來就是這個勤務中心的橫向聯繫 這個東西就是恩恩爸爸要的 他確定都有錄音 但很奇怪 那為什麼現在新北市政府還有消防局這邊 完全不願意提供給恩恩爸爸 還有一個爭議 大家還記得在昨天說的新北市消防局 是在恩恩爸爸不知情的狀況下還原了 119勤務中心的現場 所以你可以關注到說現在在消防局這邊 直接被網友改名了 我們來看看網友把這個名字改成了什麼 包括演員訓練班演起來 甚至還把它改成了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之還原重現中心 看得出來大家對於消防局現在是相當不滿 另外一方面 美國在這個禮拜將要批准Novavex疫苗 這款4蛋白的疫苗防護力高達9成 而且它的副作用比較低 可以提供給對於疫苗接種有疑慮的民眾 另外一項選擇 外界也很關心 國內是不是會加速審查EUA 今天指揮中心也回應 相關的文件已經寄到食藥署 現在正在審查 很快就會舉行專家的會議討論 至於美國莫德納公司 他們公布了莫德納二架疫苗也問世 預計美國的FDA要在6月底才會審查疫苗 而台灣也會請廠商儘快提供技術文件 好 那如果疫苗都已經打好打滿了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出國玩嗎 今天陳時中給了一個時間點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日本跟韓國 也逐漸開放了觀光客入境 很多民眾還有觀光業者 也在期待什麼時候可以輪到台灣 交通部長溫國財也透露 目前相關的出入境指引 其實已經完成 交通部也準備好了 其中開放國際觀光客來到台灣的部分 他們必須要符合幾個條件 包括是團進團出 還有他們也必須要打滿3G疫苗 以及要提供兩天前的PCR陰性證明 就等到疫情的高原期過了之後 由指揮中心來進行核定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注今天的政治焦點了 台北市議會在今天繼續進行市政總質詢 有頭號柯黑之稱的民進黨市議員王世堅 他再度出招他送給了柯文哲一面裝飾華麗的鏡子 他要市長柯文哲看看一下自己的靈魂 也希望柯文哲可以承認錯誤從裡面來學習 此外針對這個台北市長的選戰 王世堅說他自己跟黃珊珊在市議會有20多年的同事情誼 他在情感上面他是百分之百支持黃珊珊的 這句話就被柯文哲抓到了 他說王世堅你不要只有情感上啊 你在理智上面也應該要支持一下黃珊珊 不要總是黨議超過民意 好另外這個現場又是怎麼回事呢 屏東縣議員蔣月惠他在議會總質詢的時候 穿上了他自製的米酒裝 他掛上了屏東酒駕致死率全國第一的白布條 直接批評縣長潘孟安縱容酒駕 但是潘孟安就反駁了議員的數據 是不是錯誤的 雙方火藥味很十足 那我們就來看看數字吧 現在按照交通部的數據來看 從去年的一到十月 各個縣市酒駕死亡人數 其實不是屏東第一名 是高雄三十一個人最高 屏東是三十個人排第二名 但是針對於這樣的數字 蔣月惠就強調 高雄的人口是屏東的兩倍 所以如果按照比例來看 屏東的酒駕致死率是最高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為您插播 一則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嘉義縣府的這個政府 他們考量到連續三天 以及十歲以下學童的確診數持續攀升 所以基於防疫優先以及尊重專業 縣府宣布高中以下的學校 六月十三號到十七號 還是要暫停實體課程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提供給您 而接下來我們還要來關注的是 這個畫面未免也太危險了 如果您經過這個地方 一定要特別留意 有一輛自小客車 他開車經過了高雄市小港區 中山四路的一處路口 疑似分審沒有注意到前方 他先撞上了反光桿 車子偏移之後 又遭到後方的大貨車猛撞 車子甩尾轉圈 直接卡在分隔島上 這輛車基本上就成為了廢鐵 而這一名48歲的駕駛 也趕緊被送到醫院來進行救治 今天我們的記者也實際回到了現場 居民就說其實這裡常常有車子會撞到分隔島 他們認為道路的設計應該要改善 好 另外一個狀況也實在是有夠誇張的 一個帶轉區竟然一年之內改了三次 但重點是還是沒有改好 這個地點在南投市的南崗一路跟極限路口 這裡有一處機車兩段是左轉帶轉區 那最一開始他們是劃在慢車道上 不過那個時候常常會發生機車停下來帶轉 但差點被後方的轎車給撞上 後來公務段就決定把它塗掉了 改成讓機車跟汽車一樣 在快車道上面依照耗制來左轉 但是機車必須要穿越馬路到快車道來左轉 也很危險嘛 所以又改了第二次 他們就把最後把這個帶轉區改化在人行道上面 結果這個人行道上面的地磚凹凸不平 騎士帶轉也很容易摔倒 總而言之改了三次還沒有改好 好 另外一方面在疫情的衝擊之下 大家都覺得什麼東西都好貴 就連房屋的租金更是貴得嚇人 這讓不少北漂族其實心裡面很有感 房屋業者就透露新北市去年 還有到今年的租屋處單平價 從原本的2021年是1000到1500塊 到今年直接漲到了1500到2000塊 而且是有持續上漲的趨勢 另外有一個4坪沒有窗戶的分租套房 每個月的租金也要6300塊 有民眾也覺得太貴了 根本租不下去 好 另外要來關心的是新竹縣前消保官羅君勝 從2015年開始他就接受建商請他來喝花酒 而且還會利用自己的職權來施壓基層公務員 在2018年他連同新竹縣前環保局代理局長羅世成 還有消防局副局長陳中正 以及前新湖地震事務所的主任周明堂 三個人一起接受建商的請客 現在被依照貪污治罪條例給起訴 判決結果出爐了 這個羅君勝被判處4年半 持托公權4年 但他不服判決決定要上訴 好 但所有的官員在做任何事之前 應該要想想看這樣的動作明不敏感 這件事情讓柯文哲很生氣 台北市政府的殯葬處 最近不是因為確診者 往生火化的爭議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台北市議員李慶元又爆料 說殯葬處的秘書邱金榮 每個禮拜一都會請假 到北投移住民宅來打麻將 排咖裡面有一兩位他們是造木商 這個身份很敏感 而根據李慶元公布的錄音檔還顯示 如果今天要瞧事情 業者就會故意輸錢 當作關說費用 現在邱金榮喊冤 他說這個爆料是自屈無有 好 把鏡頭回到台灣這邊來 要來關注的是 我們的疫情雖然還沒有減緩下來 那五歲以上的小朋友 都已經可以施打疫苗 不過還是有不少年紀小的小朋友 確診之後是中重症 讓很多家長都很擔心 網路上面就開始瘋傳 孩子如果確診發燒了 可以自行服用 耐氏恩跟紅梅素 甚至連篩檢都不用做 還以之前重症死亡的孩子的案例來說 如果他們可以提早服藥 可能就不會喪命了 但是這兩款藥物 真的可以治療新冠嗎 今天的打假特工隊 帶您一起來了解